幼儿园狼狮案延烧将近一周 台北市场讲完案向社会道歉 不过歪劫的怒火依旧反映在声量上面 看看数据公司最新声量调查 在幼儿园狼狮案爆发之前 讲完案证声量在15%上下 不过七月中旬正面声量只剩9% 副声量则攀升到36% 好感度更来到今年以来最低点只有0.25 副声量是柯文哲的5.6倍 会放在一起比对 因为狼狮案首例通报就在柯文哲任内 没有一句道歉 2022年7月如果在第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 柯文哲就有负起责任 让他的行政机关也就是教育局 进到幼儿园去做行政调查 就能够把狼狮找出来 柯市府时期教育局难辞其咎 在案件发生之后 教育局社会局也被批互踢皮球 跨局处疏于沟通 我们未来要做的是 应该建立一个减合的机制 回馈的机制 彼此把这件事情能够确实的办理完成 加强局处间横向联系 绿营加码爆料 是案园长立有经营托英中心 北市社会局疑似为不让数量减少 才要园长找人接受 那如果我今天在所有资讯里面都去公开 他就是所谓的前 这个托英中心的一个负责人 那我们都公开这样一个资讯的情况之下 这个跟今天异作所提出来的一个内容 完全是相反 所以我想我社会局 绝对不可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北市吉利澄清 毕竟孩童安全 必须摆在市政沉积前面 TVS 里面是陈洋飞玉台场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